金马伦补选就在眼前 这一场选举之所以引人注目 因为这是西蒙政府和彭亨国阵州政府的一场较量 也是大选之后西蒙第一次在国阵的强区打选战 如果西蒙能够赢 那等于说国阵的势力范围进一步被吃掉了 西蒙就进一步巩固了 相反如果西蒙输 就证明国阵谷底反弹 稳住阵脚有了打翻身仗的据点 那到底谁会赢呢 这一回的战役有两大造亡者 大家必须注意 首先是伊斯兰党的支持者 那关伊斯兰党什么事呢 记得去年大选的时候 国阵是赢了42%左右的选票 西蒙是拿了40%左右的选票 基本双方势均力敌 而伊斯兰党当时有派人上阵 得票15%左右 如果把这15%送去西蒙那里 西蒙获胜 如果跑去国阵那里就国阵稳赢 而这回补选呢 伊斯兰党偏偏是没有参与的 所以他那15%到底会情归何处 这是大家分外好奇的地方 不到票箱打开没人知道 当然有人会说 不用猜了 肯定那个票是给国阵的 因为伊斯兰党跟巫统情统手足啊 这样一来西蒙是输定了 未必哦 的确 伊斯兰党的领袖呼吁支持国阵 但我们从过去几场雪州的补选成绩来看 你会发现呢 只要不是伊斯兰党自家人上阵 他们的支持者呢 会显得有点异性阑珊 不想出来投票 就算出来投票 也不一定投国阵 所以伊党跟巫统 一加一 不一定等于二 但是呢 我们又再想回来 诶 经过之前那个反埃瑟集会的洗礼 巫统伊斯兰党 大吵马来民族情绪吵到费点 所以现在这些伊党的支持者 心态有没有改变呢 这回的战役 这一点是大家还猜不透的地方 第二个招王者 原住民 刚才说了 国阵跟西蒙势军立敌 这个势军立敌当中 国阵拿了绝大部分原住民的票 所以要是原住民的票跑的话 动摇的话 那么国阵就没有办法稳坐钓鱼台了 原住民占了总投票人数的22%左右 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那他为什么当初支持国阵呢 这道问题大家要知道 国家原住民事务局 当初是隶属 应该说一直以来都是隶属于联邦政府 当初是国阵当政府嘛 如果这些原住民 他们的心态是 谁给饭吃 谁给福利 我就认谁做老大 那么这回是西蒙当联邦政府了 他们的票 会不会考虑要换一下方向呢 至于国阵呢 这一回他们派出了原住民候选人南利来上阵 那这个南利呢 他是退休警官 也是半岛原住民协会的财政 在当地的部落里头呢 是颇有威望的 那你知道原住民向来对他们的部落领袖啊 那些有威望的人是特别尊重的 所以国阵用这一招来锁住原住民的票 是明智的策略 想得出这个策略的人值得嘉奖 还有华人票跟印度票 我们稍微来再聊 我们先看今天提名日的情况 今天是金马伦补选的提名日 西蒙支持者手持西蒙旗帜 助起长长的人龙 支持队伍可说是重心云集 多名重量级领袖也前来助阵 包括经济部长阿兹敏 财政部长林冠英 通讯部长哥宾兴等 一起前往提名中心 为候选人马诺加兰站台 至于国阵这里也是全员出动 武统代主席穆哈莫哈森表示 他对国阵派出的原住民候选人充满信心 如果国阵赢得这场补选 也将会创造历史 至于早前高调宣布 将会上阵补选的人民进步党主席卡维斯 却在今早突然宣布弃选 他已抵达提名中心后 先是直奔国阵帐篷 跟国阵代主席穆哈莫哈山 来的兄弟抱 但是他随后却向记者表示 他支持的是西蒙候选人 我会担心跳高调宾卡维斯 我是支持敦马伦和敦马伦 和敦马伦和敦马伦 这是首席的力量和领导 将让我们向今美国的美国 向今美国的美国的美国 随着提名结束 金马伦补选确定上演四角战 分别有西蒙候选人马诺加兰 国真候选人南利·莫哈·莫诺 以及两名在地独立人士 沙烈普丁和黄澄毅 而其中黄澄毅更是以农夫的造型亮相 誓言要为当地农民发声 以上就是提名日的情形 我们继续来聊华人票 大选之后大家在网上也看到了 很多华人对西蒙政府是有很多埋怨 废除死刑 独中同考 大盗收费战 昨天还有老殷民拍视频 狂骂政府的禁烟令 可是对金马伦当地的华人来说 他们大部分是务农的 你跟他讲死刑同考 他们或许只是或许会觉得有点遥远 他们更注重的可能是农业的问题 民生的课题 还有这个靠近新年春节嘛 华人游子回乡的票有多少会回来 回来之后会怎么投 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观察的地方 最后是印译同胞 那华人社会对政府有很多埋怨 可是印译同胞的看法未必跟华人社会一样 你要知道西蒙政府呢 对印译同胞来说有两个加分点 第一 在新政府内阁当中 西蒙显得更加开明 有四位政府部长是来自印译族群的 包括戈宾兴啊 古拉啊 西维尔啊 西华拉莎 这一点是可以增加好感的 第二 西蒙这次候选人也是一位印译同胞 导致在敌对阵营国大党那边 他们这一回没有机会上阵 从种族的角度来看 西蒙争取印译选票是占了一定优势的 当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西蒙上台八个月 经济呢 似乎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善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不分种族的 所以这个问题会拉走西蒙多少票呢 以上种种因素 就是这一次金马轮补选 大家值得关注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